我告诉你啊 以后要是想吃鸭血烧豆腐 你就像我这样做 保证你加米饭不够吃 水开下鸭血和豆腐 放一勺盐 这样煮出来的鸭血不容易碎 多水两分钟捞出 豆瓣酱炒出红油 再倒入姜蒜米 小米辣 炒出香味 加淡碗清水 调味加少许盐 鸡精 胡椒粉和生抽 倒入鸭血和豆腐 煮两分钟 水淀粉勾芡 退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鸭血烧豆腐 学会了人人夸你是大厨